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请台湾的一位大量居住民报的总编辑 陈永兴先生 致辞 主持人袁隆斌教授在座的女傅周透 由院长 还有大选院长 还有两个女士 刘伊德出席里面的消息 还有所有的贵宾跟媒体的朋友 大家好 我今天并不是以民报的身份到这个地方参加这个活动 虽然我是民报的创办者 我当然会关心六四的这个纪念活动 但是我今天是要以台湾的228不公益和平运动的召集了 也是平反228 跟郑南宏先生 跟这个李盛雄律师 我们在1987年 就是228发生40周年的时候 我们在台湾公开的第一次开记者会 我们要求国民党政府道歉赔偿 要公布228的历史真相 要安慰228的受难者或者是他们的家属 然后要制定228为国定纪念日 要建228纪念碑或者纪念碗 最后我们要求要把228的这个历史的悲剧 写进教科书里头 提醒我们的下一代 不要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 1987年戒还没有解除 当时要推动这个平反运动的时候 几乎在台湾的很多的民主运动的朋友 大家都吓了一跳 他们纷纷告诉我 这个事情不太可能 因为国民党还在执政啊 他怎么会承认错误呢 怎么会道歉呢 怎么可能赔偿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当时坚信我们所有的诉求都会实现 因为我们诉求的目标不是统治者 不是这个犯错的政权 我们诉求的目标是台湾人民 怎么解释自己的历史 台湾人民如果说228是国定纪念日 他就是国定纪念日 并不需要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啊 台湾人民如果认为228的牺牲者 他们都是为了民主自由人权 为台湾牺牲的前辈的话 我们就不接受统治者说的说 他们是判断 他们是受共产党利用 被日本人这个收拾 这个历史的解释权 是要在人民的手上 要建228纪念碑 也是我们民间的力量 建第一座的228纪念碑在嘉义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当然是不愿意的 所以我们每一场的演讲游行 都是被政报部队包围的 既然没有解除以前 台湾并没有集会游行法 所以国民党政府认为 我们每一场演讲游行都是非法 所以他用政报部队痛打我 可是呢 我一直坚信 人民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人民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如果人民正为对的事情就应该去做 不需要等待统治者点头答应 第一年我们把这个禁忌突破了 第二年很多宗教团体 学术团体 还有很多的人权团体都加入了 立法院开始讨论要不要制定228补偿表演 我还记得当时的行政院长余国华先生说 满清入关 毒杀汉人都没有道歉 怎么国民党到台湾来杀人要道歉呢 余国华其实是很老实的一个 反映了国民党统治者的心态的行政院长 可是他不知道一个文明的政府 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 是不容许政府 没有经过审判就可以抓人就可以杀人的 台湾在日治时代已经进入了文明的脚步 台湾的知识分子在日治时代 已经知道什么叫法治了 已经知道什么叫人权了 已经开始追求民主自由 日治时代的台湾前辈已经主反对党 扮报纸鼓吹 台湾就是台湾人的台湾 所以国民党不晓得 台湾社会已经进入到文明的社会 一个野蛮的政权 到一个文明的社会来 当然是发生了冲突 但是我们经过了将近五年的努力 所有228的诉求百分之百实现 现在有国家228纪念馆 有补偿条例 所有的受难者都有得到补偿 交科室里头也有交228 台湾到处有228纪念碑 今天228也是国定纪念的 但是唯一还没有实现的 就是应该负责任的人 还没有道歉 华人的社会 包括台湾在内 犯错的人不愿意认错 不愿意道歉 这是一个很可耻的文化 华人的文化里头最可耻的 就是不懂得道歉 不懂得反省 做错事情 不反省 不道歉 国民党政府杀了这么多人 蒋介石是一个元凶 历史讲得这么清楚了 到今天还是不道歉 可是台湾文明呢 伸出了和解的双手 我们说要公益和平 我们自定28为和平纪念日 我们没有说要报复 没有说要反屠杀 可是呢 犯错的人到今天 沾满血迹的双手 伸不出来 伸不出来 我们有第一流的台湾人民 可是呢 我们的统治者是三流的统治者 现在讲到六四 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差劲 刚刚李务总统讲的 自己的政府屠杀自己的人民 没有经过审判 直接用坦克车就这样压过去 这么野蛮的一个政府 而且事情还发生在 228发生之后 32年 那个时候 已经是80年代90年代了 80年代90年代 台湾已经有反对党了 台湾已经有政党要轮替了 但是 共产党呢 一党专政到今天不说 又是发生到今天 继续独裁 继续专制 甚至 对香港 对土国 对国族人 大肆的 逮捕 压制言论自由 侵犯人权 这样的一个政权 应该要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对不对 对 要不然 人家就这样的地球也要 只有 如果一个这么独裁的政权 还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侵犯别的国家 压迫自己的人民 剥夺所有的人权 竟然还妄独称 要统治台湾 要一国两制 台湾人能接受吗 不然 台湾人 72年前都不接受 国民党的统治了 今天国民党已经下台了 台湾人还能接受 比国民党更独裁 更专制 更野蛮的一个政权 才统治台湾吗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纪念 六四跟二八的时候 我们正告习近平 不要作为人类的公敌 不要到全世界公敌 再去制造这样的 独裁的思想 侵犯人权的思想 但是我要 提醒中国的朋友 权力是靠着民政取来的 共产党不会道歉 他也不会认错的 他跟国民党一样 他不可能大部的 自由生命站起来 如果 中国的大学生 在六四这一天 全部走上街头 要求平反六四 他能够镇压吗 如果六四的受难者的所有家属 继续站出来 我相信 六四一定可以平反 如果我们在台湾 经过了四十年 我们能够平反二二八 我希望中国的 所有的 有人权意识的公民 有良心的人权工作者 在八年之内 最少要在六四 发生四十年以头 把这个事情平反 韩国人 为了平反光州事件 只花了五年的时间 就平反了 所以 作为中国人 如果 不能 平反六四 我想 中国人永远还是被共产党统治的奴隶 但是台湾人 并不会幸灾乐果 台湾人一定要支援中国的民主运动 支援中国的人权运动 关心香港的人权 关心土国的人权 关心威慧者的人权 因为台湾人 毕竟是一个世界公民 我们是一个世界无名社会的一分子 人权是普世价值 绝对没有说人权 因为不同的 政府就有不同的解释 所以 习近平 所有的施政 我相信中国人民 总有一天 会推翻这个共产党统治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 紀念六四 除了被六四牺牲的亡魂 我们同表哀悼 我们更关心他们受难的家属们 到底现在怎么了 还有现在中国很多的维权人士 还有香港很多被抓的 所有的这个香港主张 香港独立运动 香港民主运动的这些朋友 在维吾尔主 那么多人被抓进集中营 做集体的思想改造的同时 我想台湾人民 不只是关心我们自己的 这个选举公平不公平 不要再被 主张一国两制的人 主张一国两制或者九二共事的政党 来执政 所以今天我也要在这里 寄望戴清德总统 你当选总统 你一定要维护台湾的国家主权 跟人民的主权 而且要关心中国的人权 李明哲被逮捕之后 蔡英文总统到今天没有讲半句话 我觉得很遗憾 而且我觉得很丢脸 对 亂来啦 台湾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可是台湾遵守世界人权公约 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公约 中国是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的会员国 不遵守世界人权公约 中国有什么资格在联合国里面 台湾为什么没有资格在联合国里面 所以如果再遇到你当选了台湾的总统 你不只要维护台湾的人权 维护台湾的国家主权 你一定要让全世界知道 中国不重视人权的话 台湾绝不可能跟他有任何的统一的可能 绝不可能 如果中国的霸道要像又是这样 2300万人 看看有多少坦克车 可以拧过我们的尸体 他连上岸都不可能 我想台湾人民绝对有这样的信心 有这样的勇气 维护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权公义的一个生活方式跟社会制度 谢谢大家今天给我们来关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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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